静静的小甘露 低消众生的心 化成慈悲心 化成了甘恩的心 静静的小甘露 低消众生的心 化成静静的甘露心 化成了甘恩的心 阿弥陀佛 感谢生命电视台 我们能有机会继续学习佛一教经 拿摩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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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节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迟 愿解如来真实意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经书看第九页 最后一行 上次我们讲到 智智一处 无事不办 讲了怎么样来修禅定 怎么样才能够有真实的功夫 而且这个功夫 对于开发我们本有的智慧 有多么重要的作用 以及我们应该修到哪一个程度 就可以与我们本有的智慧相应 而不需要花过大的精力在禅定上 而把我们的精力 而把我们的精力 集中在破除我剑上 来证得虚脱还果 乃至于进入大圣的剑道位 我们修行的目的有两个 一个是解脱 一个是成佛 解脱就要证得虚脱还 斯托汗 阿那汗 阿罗汉果 虚脱还是出果 在出果的时候就要断除我剑 也就是说如果不断除我剑 就不可能证得虚脱还果 如果证得虚脱还果 就一定已经断除我剑 解脱的修正只有在断除我剑之后 才有可能 因此我们修解脱道的重点 应该先放在断除我剑上面 断除我剑以后继续修行 当然就要尽断我直 继续断除我直 修大圣法也是如此 因为断除我剑是三圣佛法的基础 那要断除我剑也需要有起码的禅定功夫 我们说的是禅定功夫 不是指的你一定要打坐多长时间 也不是说你一定要修鼠西关修到哪一个层次 这些方法是一个具体的方法 是一种形式 但是我们现在强调的是你要有未到底定的功夫 如果念佛能够念到一心不乱 基本上就具有了初步的未到底功夫 那你就可以来在实践中检验自己到底具备还是没有具备 那从早晨一睁开眼睛 一直到晚上睡觉 闭上眼睛睡着了 这个期间你都能够比较好的保持正念 这个就说你已经获得了初步的未到底定的功夫 你就可以来修智慧 因为解脱和成佛都是要靠智慧 那禅定只是来帮助开发智慧的 禅定本身不能够使我们直接得到智慧 这一段最后一句说 事故比丘当勤精进 折服辱心 这个辱心到底说的是什么心 既然需要折服 那就是说它不是我们的真心 它是妄心 但是修行不可能离开妄心 如果和真心相比较的话 那妄心就是前面的七个诗 真心就是最后的第八诗 这是我们在凡夫外道的阶段 在学佛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只能这样讲 因为除了第八诗它的体是清静的以外 是我们本有的 其他的七个心都是被第八诗产生出来的 它是可生可灭的法 因为是可生可灭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妄心 因为它不能够永恒的存在 其中第七诗也就是摩纳诗 在小圣佛法里大多数时候都把它叫做易根 这个法从无始旷界以来 一直和阿勒耶诗在一起 乃至我们命中的时候 它也不会断灭 它要断灭只有一种情况 就是阿罗汉 进入无余涅槃的时候 但是不管怎么说 它既然是可断的法 那它也是被生出来的法 因此仍然属于妄心 真心一定是长存不灭的 才叫真心 但是这里说的折腐乳心 是指的我们能够盘圆六成的心 也就是前六十 我们有分别人我的心 由我见我慢我爱我吃 和这四个法相应的 根深蒂固的 具有我值的吸气的 主要是第七诗 但是第六诗 也有俱生带来的一份 也要断除它 那我们这里说的乳心 就是指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大量的运用的前六诗 主要是指的第六诗心 因为第六诗心 它的攀缘吸气非常重 当然前五诗 它在献起的时候 也一定会攀缘六成 因为这就是它的 之所以叫做六诗心的根本 它要是不能够攀缘六成 就不能叫做六诗心 但是具有强烈的 而且分别能力极高的 那只有第六诗心 如果第六诗能够致富 前五诗就会随着第六诗 能够顺从下来 能够安定下来 所以第六诗就像经典里边说的 猿猴一样 到处攀缘 这个我们在生活当中 就比较容易的可以 直到这一点 那怎么样制服呢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要置心一处 把这个处处攀缘的心 能够固定在一件事情上面 我们要发挥它正面的效应 而不是把这个心消灭 这个心如果要修行的话 也不可以消灭 消灭了以后也就无从修行了 也不可以沉空守级 把这个心放到那里 安安静静 心无攀缘 什么也不想 什么也不做 就等于休息 这个也没有用 必须是用这个心 来置心一处 来思维佛法 思维正念 修行我们 安住在我们修行的 在那个阶段修行的 那个法门上面 这才正确 下面我们再看经文第十页 解 如等彼求 受诸饮食 当如服药 愚好愚恶 勿生增减 去得之身 以除饥渴 如风彩花 淡取其味 不损色相 彼求一耳 受人贡养 去自除脑 无得多求 坏其善心 譬如智者 愁量牛利所堪多少 不令过分 以劫其力 出家人修行 接受居士善心的供养 接受食物 饮料等等 但是出家人接受的时候 他的正念思维是 当作药来吃 所以到了寺庙里面 吃晚饭的时候 大家都说药食 其实午饭早饭也是药食 也是当药吃的 不过很多修行人 过午不时 所以晚上要继续吃饭的人 就来这样称呼 其实早晨中午 也是一样的 我们是用 用这个饮料 饭食的药 来治自己的 身体的需要 这个病 因为我们只有保持 我们的色身 能够比较健康 我们才好继续修行 如果我们吃的太少 身体虚弱 身体虚弱 也就没有气力 保持正念 没有力气 去做我们该做的 红法事业 所以要适当的 还是要吃好 这样我们才色力强健 才能够认真地修行 所以 比丘乃至吃饭喝水的时候 他也是有正念在 不能够分别 饭菜好还是坏 那不能够说好的我就多吃 不好的我就不吃或者少吃 这样的话 还是放纵了第六食 没有能够利用第六食 来好好的修行 而是使它变成了一种干扰 只是因为我们需要保持身体 然后我们用这个身体来修行 为了这个目的 我们才去吃 所以在饮食上 只要能够吃饱 能够保持气力就好了 不贪多很多 贪图的话 就和修行相反 所以佛说 去得知身 以除饥渴 就是为了除饥渴 这个药就是治这个饥渴的病而已 佛在这里又打比喻说 如风采花 但取其味 不损色香 我们用这个身体 是用来修行 不是让我们来贪着这个身体 身体 是好是坏 我们就随缘 那个个子小的人 你怎么修 他也不会再长高多少 我们没必要在身体上 花费太大的气力和功夫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身体的好还是坏 高还是矮 美还是丑 这是前世修行带来的结果 业力就是如此 这一生 很难改变 能做少许的改变 好比修行以后 可能气色会比较好 身体会比较健康 这有可能 但是说 你再能够长更高 那就不大可能 这个我们也要知道 前面我们讲过 带病三分 好修行 人人都有一些 大大小小的毛病 说绝对健康的人 也未必就是好事 因为对疾病 没有太大抵抗力 一旦疾病吸来的话 很快就倒下了 也没什么可自豪的 你看那个长寿老人 大部分都多多少少 大大小小都有病的 如果说他从来没有病 不可能活那么大岁数 比丘受人供养 应该是为了保持色身 然后去除烦恼 去除烦恼 不能够贪图多求 贪图好的饮食衣服 如果我们贪的话 和道不相应 我们就坏了 善心供养的一番好意 不能够增长 增长他们供养的福德 所以说 就像有智慧的人 要看看这个牛的力量 有多大 他能够胜任 拉多重的车 然后来使他 发挥适当的能力 而不是让他负债过重 然后把他拖垮 那我们对善心来说 是为了增长他们的福报 给他一个机会 种善根 我们的目的是 加强自己的修行 也增长供养者的福报 不能够贪图过多 坏他们的信心 也不能够 把他们有的财产和精力 使他们多多的供养 多多的布施 最后呢 生活发生困难 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 也要提醒他们 要留下适当 自己应用的部分 不可以过分布施 如果你请进全家的财产 你来供养 但是你生活还可以过得去 你也不会因此起烦恼 而是很欢喜 因为你去除了很多的贪着 这样的话当然可以 如果你布施了以后 自己生活发生困难 然后起烦恼 那就缺乏智慧 这样的局势 我自己见过 我也听说更多 所以我们出家人 对这些发这么大心的局势 也要适当地给他讲解 其中的道理 要保持安定 才比较好修行 供养呢 随分随利就好 下面看经文第十一页 如等比丘 奏则秦心修喜善法 无令失时 出业后业 义务有费 中业 诵经 以字消息 无以睡眠因缘 令一生空过 无所得也 当念无常之火 烧诸世间 早求自渡 勿睡眠也 诸烦恼贼 当似杀人 甚于怨家 安可睡眠 不自警务 烦恼毒舌 睡在乳心 闭入黑园 再入试睡 当已持戒之沟 早禀出之 睡舍寄出 乃可安眠 不出而眠 是无残忍 残齿之福 欲助庄严 最为第一 残如铁钩 能治人非法 事故 常当残齿 无得暂替 若利残齿 则是诸功德 有愧之人 则有善法 若无愧者 于助禽兽 无相亦也 这一段也比较长 我们一句一句来讲 这个是讲到 昼夜如何用功 尤其是晚间 应该怎么样继续修行 佛经里边 讲到修行的时候 有一些经文 说得非常的详细 我常说 佛法里面 有我们任何问题的答案 我们在生活工作修行的方方面面 有任何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问题 在佛经里边都可以答 都可以找到最圆满的答案 但是一定要去修行 才可以解除这些疑惑 如果仅仅知道名义上的答案 其实也没有多大用处 白天就努力的来修善法 不把白天大好的时光 失去 好比在中国古代的时候就没有电灯 那么就要点那个油灯 那个油本来是可以吃的 用来点灯 所以有些时候呢 为了看经书 就是天刚刚亮就起来 一直看到晚上 看不见了 没有办法 就舍不得多用那个油 有些人特别的用功 想多看书 就把吃的油分出来一部分 就用来点灯 现在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所以要珍惜这些时光 要多多的用心 有时间不用来贪求世间法 而用来修行 因为世间法 我们往昔 多生多解 生生世世 一直在修 而出世间法 我们还没有证什么果 因此这一生 仍然是稀里糊涂 所以这一生要下定决心 要见个分晓 这才是大丈夫英所作为的事情 印度的世间 分为六个时段 叫晝三时 夜三时 夜间呢 分初夜分 中夜分 后夜分 那它一个分呢 就大约是四个小时 所以这里讲 初夜后夜 义务有费 也就是说 晚上刚开始的阶段 和最后的阶段 还是要用功 也就是说晚起早睡 那中夜分呢 就来用功修行 那有的人习惯不一样 那么这个四个小时 你怎么来对待 就看你自己的情况 有的人从十点钟睡觉 睡到两点钟起来用功 有的十一点睡觉 三点钟起来 有的十二点睡觉 四点钟起来 这都没有关系 因为人和人的习惯有差异 你要强迫它改变以后 它反而没有精神 那随顺呢 就比较好 这是习气的问题 当然不是绝对不能改 如果住在寺庙里边 它有统一的作息制度 你不可以超出那个范围 比如说 寺院是四点钟起床 那你十二点睡觉 没有关系 你说我两点再睡 四点起不来 不能和大众一起 去上早课的话 那就不合适了 习惯是可以改变的 再说 我说的是 有可能的话 你可以随顺习惯 这样的话 就比较不容易别扭 就容易有精力 那佛在经书里边说呢 就是中夜睡觉 那中夜在印度来看 就是现在我们的四个小时 那四个小时到底够还是不够 这个也是因人而异 有的人睡眠需要很少 即使他不是修行人 他睡四个小时也够了 这样的人不是普遍的 大多数人需要睡六至八个钟头 少于这个时间 他就没有精神 那还有个别的人 他需要睡九个小时 十个小时 可能有的人还需要更多 否则的话 他也没有精神 那修行用功的人 大部分的人 可以保持六个小时就好了 那么 那晚上如果睡四个小时的话 那白天呢 你在中午的时候 什么有时间的话 你再睡两个小时 如果你晚上睡六个小时 那你白天不睡也可以了 如果睡五个小时 那么白天午休的时候 再睡一个小时 也可以 那这也要看情况 如果你中午没有时间回家 没有地方睡觉的话 打坐也不可能的话 那只好不休息 那晚上就适当多睡一点 比丘在寺庙里也是一样 这要看情况 总而言之 不能够贪睡 贪睡的话 就是大问题 所以 不能够快按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